到了未来世界了 看去哪里找钥子呢 啊 什么东西啊 飞这么快 你好 请问有没有看见 一个喷射器舞者从那边飞过来 哇 这个世界的小家事单于这么好吗 看这么霸气的技巧 公公那个是喷射舞者吗 他往那边去了 我说他怎么能飞这么快的呀 他趁我睡觉 偷了我的时空之月 你们这世界的时空之月是什么效果的呀 飞这么快 是速度效果吗 是速度效果 但他是用不了效果的 除了时空效果的时空之月可以无限用 其他时空之月就必须集齐四把才能使用效果 而且每个效果只能用一次 那他怎么飞这么快呀 我只看见他飞起来 然后往地上丢了一个三叶草 紧接着就飞走了 我都追了三天了 他还在一个劲往地上丢三叶草 估计他三叶草也快用完了 我得继续去追他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知道哪里有充能柚子吗 我需要充能柚子的种子是病 充能柚子 你去前面那个商店里找电磁钻僵尸就行了 好的 谢谢 有姜吗 我需要买一下充能柚子 谁呀 是你这个小不点要买充能柚子吗 是的 是的 我需要买它回去给传言们吃快些病 真是个善良的小鬼头呢 可是我们这都是优质的柚子 你买得起吗 要买了 我以为能白瓢呢 要多少钱啊 倒也不贵 一千金币就够了 一千金币 我出门没带钱 要不我帮你们打工付钱吧 打工你想存到一千金币 那我估计你的传言们 都被坏血病折磨死三回了 可是我身上只有一个石工之一啊 还有冰冻生菜 小不点你手上拿的那是什么 冰冻生菜啊 怎么了没见过吗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新鲜的蔬菜 这得放冰箱里放多久啊 不是不是 它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放在冰箱里 居然还有这么稀奇的植物 你开个价 这种植物我高价买入 我们这个世界 人们只追求金钱名利 环境被肆意破坏 早就种不出这样的植物了 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的植物 黄桃卖冲的 柚子冲能的 坚果全靠投影吊着 棱镜草和激光豆 笑死被辐射成这样了 还没人管管 三叶草和瓷砖萝卜 你确定这俩植物能吃吗 好像确实是这样啊 这是一些所谓的高科技植物 但如果植物被改造成奇奇怪怪的模样 那它还适直吗 就拿柚子和我换吧 虽然冰龙生菜对你们来说真的很稀有 但是做僵尸还是得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